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零零台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北部跟東北部地區持續有比較大震雨的情況 那麼預計明天零零台風就會北上遠離台灣了 但是台灣各地仍然是會受到第二代籠罩 以及它北上之後西南風也會增強 所以預計在明天各地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震雨的情況發生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明天外出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而在週末假期西南風還會增強帶來比較多的水氣到南台灣 所以恐怕在週末假期南部地區仍然是天氣狀況比較不穩定 大家安排活動上面就要多加的注意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微星雲圖 零零台風其實它是一個結構很好 蠻紮實的一個台風 那麼接下來它會持續的朝北前進 所以在今天其實受到它的外圍環流影響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都有一些震雨的情況發生 那麼接下來在它北上之後 整個西南風也會變得比較強一些 所以預計在週末假期 西南風就會帶來比較明顯的水氣到台灣來 我們進不來看一下可以看到零零台風北上之後 西南風會開始帶來一些水氣到南台灣來 所以剛剛提過了週末假期 在南部地區天氣狀況也會持續的比較不穩定一些 而在未來的四日雨區預報也可以發現 未來這幾天其實全台各地都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震雨發生的機會 其中在週末假期開始中部以北地區轉成 以午後震雨為主的天氣情況 但是在南部地區受到西南風帶來水氣的影響 則是一整天特別是清晨跟晚上都容易會有一些短暫震雨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未來這段時間 天氣狀況還是不太穩定 大家安排活動上面就要多加的留意了 所以來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受到台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大台北地區 基隆跟宜蘭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提醒大家出門一定要記得帶傘了 而到了明天白天 仍然是北部跟東北部地區天氣狀況比較不穩定 另外在其他地方也會有一些午後震雨發生的機會 剛剛提過了這樣不穩定的天氣至少會持續到週末假期 大家務必外出要記得帶上雨智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報 我們下次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伊法 昨天我和我爸發起了一場辯論賽 他看到外頭在下了大雨 所以他就跟我說 林林颱風來了 但是我覺得林林颱風並沒有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實際接訪一下 看看大家對颱風來了是什麼看法 走吧 有颱風 颱風田 可能颱風外圍環流吧 林林的紅柴貝 不等於吧 不一定 因為要看它暴風圈的大小 那不見得 不見得 颱風村旅旁邊過也會影響你的 颱風來主要是會登陸陸地吧 颱風來就是放颱風橋 就是 中心到了台灣島上 狂風暴雨 狂風暴雨 風很大 雨很大 嗨 韋晶 嗨 韋晶 想請教你一下 你當氣象主播這麼久 是不是很常被周圍的親朋好友 還是觀眾朋友 一直問說颱風到底沒有來這件事情 沒錯 很常有人問我說颱風到底要不要來 我會不會放颱風架 但是對我們學氣上來講 其實颱風要不要來不是重點 而是颱風對台灣會不會有影響 雖然這兩天北部地區下了很大的雨 但是颱風沒有來 以及在2010年的梅基颱風 那個中心其實是登陸菲律賓的 距離台灣很遠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有冬天的共犯效應 導致其實在那個時候 宜蘭地區下了非常大的雨 甚至有遊覽車因為這樣子翻覆了 所以呢 颱風有沒有來不是重點 而是對台灣到底有沒有影響 對 所以不管颱風有沒有來 我們都要當心跟留意 以及做好準備唷 如果有更多,你會不會看到 其他地方已經在橋上 還是不穩定 是不是很速度 他就是一部分 如果不穩定的海外 是不是很 kleine 在那裡 甚至是沒辦法 這一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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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